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的节目又有很多精彩内容 等着你们去发掘 无论你喜欢美食还是社区故事 今天都不能错过 首先 让我们介绍一下珀斯的越南社区 自从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后 打批越南人为了避开战乱 来到澳洲寻找新的生活 珀斯也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的落脚点 越南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 他们非常重视家庭 教育和传统文化 并且成功将这些价值观带入澳洲社会 没错 越南人的生活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他们会热烈庆祝农历新年和中秋节等重要节日 这些活动不仅保持了他们的文化传统 还有助于促进社区团结 越南人也特别重视饮食文化 传统的家常菜深受欢迎 在中华社区服务CWCC的社区中心 我们有不少越南长者 他们在这里享受多元化的庆祝活动 艺术手工和体能锻炼 他们喜欢互相学习交流 及分享植物和蔬果种植的经验 并且热衷于唱歌 中心里经常充满他们优美的歌声 我们现在介绍一位我们CWCC的资深员工 范琳 范琳 范琳已经在CWCC工作了16年 她的职责非常广泛 从客户互动到社区中心的日常运作 她都有参与 正如范琳所说 我几乎在Hub里面做过不同岗位 对于范琳来说 CWCC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 更像是她的家 她说 我喜欢这里 因为每个人都带着笑容 没错 范琳真的很厉害 她的烹饪记忆非常出色 她一个小时内可以做100只春卷 范琳从13岁开始和姐姐学着玩烹饪 到16岁时已经将厨艺变成了一门生意 她有自己的花园 种植新鲜的薄荷和白黄瓜来腌制春卷 她对CWCC的热爱 和对烹饪的热情 使她成为我们社区中不可替代的一员 说到春卷 不如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款 我们觉得很好吃的特色越南春卷 第一款是越南春卷 用米纸、米粉、生菜、薄荷叶、虾和猪肉制成 第二款是中式越南春卷 用米纸、米粉、炒碎料 包括胡萝卜、五金甘蓝、虾干、鸡蛋 中式香肠、炸洋葱和大蒜制成 还有一个越南春卷蘸酱 用海鲜酱、糖、酱油、辣椒和新鲜清宁汁调制而成 对了 我还跟范林偷师 现在给大家一些贴士 尝试下做出完美的春卷 首先要准备食材 准备好所有馅料 确保有干净的平面来卷春卷 然后浸米纸 用热水填满一个大碗 快速浸一张米纸直到变软 之后排列馅料 将软化的米纸放在平面上 首先放一片生菜 再加其他馅料 最后折叠和卷制 将米纸两侧折起 然后卷紧 听到我都流口水了 我们不如休息一下 回来再跟大家聊聊 其他在CWCC的越南长者故事 从1909年以来 中华在西澳已经建立了基础 拥有115年的历史 中华会馆一直致力于 扩展亚裔社区服务 中华社区服务 是中华会馆的附属机构 一直专注于长者 和残疾人士的护理服务 积累了40年的专业服务经验 今年的主题是知心共进 意思是要与社区人士 一起携手前进 打造一个更和谐 更美好的社区 如果大家想了解 更多关于中华社区服务的信息 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或者拨打 93283988查询 那么我们大家 记得关注中华社区服务 CWCC 我们一起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社区 各位听众 又回到了破四好日子 接下来 我们不如了解一下 几位在我们CWCC的越南长者 听听他们移民来西澳的故事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陈女士 Mao Tran 大家都叫她Mao 1984年带着11个子女来到西澳洲 她说 自然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在花园里更好 Mao平时喜欢参加社区活动 她一个星期有三天会来到我们CWCC的社区中心 并且在自己的花园里花很多时间 种植各种植物 她表示 参加活动不仅让她保持活跃 还让她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不再感到孤单 而我认识阮女士 Going Nguyen 大家都叫她Ngong 她是在1989年搬到澳洲东部州份的 现在一个星期有四天都会去CWCC的社区中心 她说 我在家里没事干 但在这里 我享受很多活动 阮女士喜欢参加各种手工艺和文化活动 她表示 每次参加活动都很开心 还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 还有1981年来到澳洲的邓先生 Tang 最初他比较喜欢待在家里 不太愿意出门 不过 在CWCC家居服务的支持下 邓先生对生活的态度 发生了显著的正面变化 是啊 邓先生的照顾者 TrainTang 曾经写过一封表扬信给CWCC 感谢他们对邓先生的出色照顾 他赞扬 CWCC的同事具备专业出色的协调能力和以客户为本的建议 总是会首先考虑邓先生的需求 并通过良好的沟通技巧 让家人窒息最新情况 另外 邓先生的家居护理工作者 对他的愉快生活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们非常了解邓先生的健康和护理需求 定期向家人通报他的状况 不仅重视他的愉悦感 还非常尊重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决定 两位工作者与邓先生沟通良好 通过幽默感 敬业的支持和对他的尊重 让他一直都心情愉快 他们勤奋和专业的护理方式 确保邓先生生活在一个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 TrainTang对这些支援工作者的表扬 反映了他们对邓先生 及其他客户所提供的优质服务 这一集我们好像去了小越南一样 感谢各位收听破斯好日子 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再见